台电计划在基隆进行第四天然气接收站的建设 这也是基隆市政府长期以来关注的案子 但地方担心这项工程的进行 可能会破坏海洋资源 并影响基隆港的港口运作 因此市长谢国良也跟即将上任的环境部长彭启明喊话 首先因为部长目前还没有上任 他520才上任 所以我觉得说时间点应该还是要等部长真正上任 开始上手工作以后再拜访比较恰当 第二我还是会针对这个有关于这个四阶的议题 包括未来的环平 希望能够充分纳入地方政府的意见 也希望不要再发生上一次环保署 一个异地开会引起各界哗然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市长谢国良说 基隆市还有很多环境保护相关建设 未来会持续请求环境部给予地方政府相关协助 市府会持续沟通争取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